很高兴我这个机会 我们一起来研究一下 这个试算表分析 在Office进阶里面 其实我觉得我的简报 资料分析 其实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尤其在现在 很多的软体都结合了AI 例如说像TRAP GPT如何生成 行销文案 简报的模板 图片 甚至影片 声音 Excel里面像函数的制作 如果你不会的话 那如何我们透过AI生成来去完成 但这可能是我们未来会加进去的课程 我今天还是要让各位去理解 就是整个Excel试算表分析 它在这个地方的一个使用 那我拟出来的资料是拿比较简单的 在大数据里面 有全国身高资料 有全国体重资料 这个全部都是大数据其中的一种 那这两种资料结合起来就会有BMI 身体质量指数的分析 如果我们拿到这个大数据 我们可能还会再并其他的大数据 有全部的身高 体重的资料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结合公共卫生 好 我们来去讨论健康的议题 像学生抽烟 是否与这个BMI成长发育有关系 或者是说在各县市资料中 我们可以看到有没有BMI 受到城乡差距的影响等等 这应该就是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一个内容 那从Excel珠纽分析资料视觉化公布应用 这个角度来去使用我们政府的公开资料 然后这公开资料如何拿到之后 我们会有一个很重要的Union跟Cross-Join 接下来我们当然就要做更重要的资料清理 资料清理完毕之后 资料清理完毕之后呢 我们就会有很重要的资料分析 以及实际的运作的过程 这每一个过程可能它都牵涉到很高的难度 所以我们会一步一步的教 那如果这个过程你不太了解 我可能就会用我做好的成品 直接提供给你们 继续让课程往下延续 那最后我们要了解这个做这件事情的应用 因为我今天我举的是身高体重 跟可能全国就学人数来去做一个资料 试算表分析 那可是你将来你应该是拿自己的资料 来去算一算 好 所以我希望说这个课程 你最后应该要理解这个应用的部分 还有在这个过程之中 你可能会觉得奇怪 跟以前我们学以色料真的不太一样 以前我们要学好多的函数 那现在你要今天你要学的是一个很宏观 当我今天我有非常多的资料的时候 我要如何去结合来去做应用的学习 首先我觉得你们还是要先了解一下 我们现在拿到这个资料 稍微要了解一下 这个我们现在的资料非常非常多 多到我们其实都不能想象的多 但是在2016年那个时候 大家就说哇大数据分析好重要 可是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感受到 现在好像大家都在讲AI 其实它在背后运算 还是在算这些大数据 所以它的关系是这样子 那你可能就要先了解大数据是什么 例如说大数据它的特色 简单的说 它就是它有非常非常多的数据 那多我认为它应该是以储存容量来做计量 例如说以前我们可能几Mega 几Gega 现在可能变成几P的资料量 我不晓得各位能不能想象 像我的分析 像人类基因 光一个人的基因 哇我就想到 随便拿都几十G 几百G 那才一个人 好 结果后来我去 我去看那个植物系 台大植物系 他们到底在研究什么 结果植物的基因 居然比人类的基因还多多多 多太多了 不能想象的多 那所以我要告诉各位 您只要记住 这个容量是很大 还有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各式各样的资料都可以变成大数据 我举例来说 请问你 你觉得身高 我们就想象全国的身高 怎么变成大数据 你想每一个人 每一个年龄 可能会去 例如说量自己的身高 不止一次 那假设这三十年 四十年 总共量了多少次 而且这还只是一个人 那能不能再扩大去想 一个市 一个县 一个国家 那这样子收集出来的资料 它是不是就变成光升高 它就可以构成大数据了 那如果你再去把这些资料 透过后续的计算 把它区分成男 女 区分成县识别 的统计 那是不是又只是把资料 做了一个统计 然后用另外一个方式来呈现 所以 请各位理解 这个 现在我们拿到的大数据 几乎都是 别人整理过的资料 在这个过程之中 我们应用稍后再讲 我们现在碰到的 第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工具 来去做视觉化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个资料 这个资料 你不可能把资料给别人看 例如说 假设你今天把这个资料 做成简报 然后请你的老板 去报告给别人听 他就只会照本宣科 那如果说 你把资料 做成一个统计图 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可以让人 直觉的了解 这张资料表 所要告诉我们的意义 所以视觉化变成非常重要的工具 好 那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来开始去 讲 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当然是用 Excel 但是我想先 先跟各位刻意的强调一件事情 早年在2016年的时候 我们都是教Excel 因为他没办法去做大数据分析 在2016年之前 他就直接想不行啊 Excel他是不是要做大数据分析 他要去做整合 后来他就说 好没关系 但是我就加了PowerPiver PowerView 如果你看我早年的一些在台北市政府的教学内容 我都会教这一段 结果他到了2021年 他说对不起 PowerView消失 直接拿掉 请要使用PowerView 就请直接用PowerBI 以前是我们直接都在 从头到尾都教Excel 后来我就只能 从2021年之后 我就跟工训处来去分析说 我们后面 最后面第二天下午 大概从早上11点之后 就要全部都教PowerView 可是PowerView已经消失了 我不能教 所以我们只能教PowerBI PowerBI它是Office 365的其中一套 刚好蛮符合我们今天的Office进阶内容 今天的很重要的重点 资料表经过枢纽分析 产生枢纽分析图 我要请各位知道 公家机关的开放资料 如果我们自己人 我们自己都不去算 那谁要去算这些开放资料 我现在我要会找到这些开放资料 首先 我们去下载全国6到15岁 身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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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重 还有学生人数 所以 如果你要知道这些资料的话 最简单的一个方式 就是请先打开 Chrome浏览器 接下来就全部都要请你跟着我一起做 然后 Chrome浏览器 请透过它的 如果你直接到Google搜寻情 就直接输入开放资料 输入完毕开放资料之后 在这个地方 第一个一定是呈现首页政府资料开放平台 这里面的开放资料最多 但是如果你要 你如果你要 例如说经济部 像例如说股票上市上会公司的资料 因为那个资料也太多了 所以他专门再开另外一个环境 另外一个平台 请你自己去那边下载 好 我们今天要下载的是全国 身高资料 所以我们先进入政府资料开放平台 也就是说 政府机关 而且是世界各国政府机关 他会收集人 就是国民所有相关的资料 经由去识别 以及统计 然后只呈现结果 但他真的很少去放出 释放出很细节的资料 好 那接下来我们因为要下载的是什么资料 身高 所以请在这个地方输入身高 搜寻 然后以我个人的习惯 他会这边有不同的一个排序方式 请按照浏览次数有多到少的排序方式 例如说 我认为最多人去下载的资料 最值得我们去使用它 身高 你看在这边有一个学生身高平均值6到15岁 好 所以请点他 然后请稍微注意一下 他的栏位有学绵度年龄总计男女 请点这个CSV下载按钮 点他 然后就下载好了 可以吗 那当然 当然你可以去自己的这个档案总管里面去找找看 本机的下载 应该就会出现一个这样子的档案了 先下载全国身高 所以我现在要请你们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建议你们先把这个下载底下的 如果我们今天我们是打算放在这边 我个人是非常不建议你们放在这个地方 我个人我会放在第一点 然后我新增一个资料夹叫做Data 然后接下来我再新增一个资料夹叫做身高 然后接下来把刚刚这个下载的资料 直接剪走 剪到刚刚的身高下面贴上 因为你要知道我们未来我们做的事情是 我要不断的把新资料丢进去而已 对不对 我们只会产生新年度的资料 你就只要放在这个指定的资料夹下面就好了 那后面的资料清理 视觉化分析形成的智慧全部自动计算完成 你信不希望这样子 希望吧 我现在补述一件事情 我们今天所使用的软体是Excel 2021 因为Excel它分得太多版本 有2016 2019 2021 2023 那现在是2024年嘛 可能又快出来2025版了 然后如果未来我们拿到现在这个资料 它是109学年度到111学年度 如果未来我们拿到112学年度的学生平均升高 我们就直接放在这个升高资料夹下面就好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已经拿到这个资料了嘛 不可以快速点两下它 因为当你要去做取得资料的时候 你应该要用正确的取得资料方式 把资料取得进来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如何正确的取得资料 首先第一件事情 当然就是打开Excel 在这个地方输入Excel 当然你的桌面上可能也有了 打开Excel之后 我们就先开启一个空白的活跃部 然后接下来用这边资料 取得资料 我们要取得的是资料夹 所以点选从档案里面的从资料夹 我是要取得资料 没错 我是要取得档案 可是我是要用整个资料夹 一口气把它全部带进来 我不要每次都在那边用开启旧档的方式开 然后你用开启旧档的方式去开档案 你是不是就会遇到什么事情 就是我要在不同工作表把它合并起来的问题 可是如果你是从资料夹来去开 它自动帮你做合并 所以这种方式才是比较正确的做法 从资料夹之后 我们就要去找资料夹 点选刚刚建立的低词别机 然后data升高 开启 好 那因为现在你感受不到合并 因为只有一个档案 所以在这个地方 你还是要点合并并载入 你还是要点这个合并并载入 那请各位特别注意 就是很有可能我们会拿到的资料会变成乱码 如果变成乱码 请记得就找回来这个unicodeutf-8 那这里面有非常多国家 非常多种编码模式 所以记得要改回来这个unicodeutf-8 那我用过2019以后的版本自动监测还不错 它会自动帮我判断 就是unicode而不是big5 好 点选 因为这边不是乱码 所以就直接点确定 然后他会问我们说 我要把它形成表格吗 是的 然后放在新的工作表 确定 好 我们这样就完成了第一个 第一种资料的汇入 应该叫第一种资料 接下来要想到的一件事情是 这里面是身高资料 对不对 未来我的分析 假设我想要去调查 那个各年龄别 各年龄别 就学人数 对不对 那一定是用另外一个资料表 可是你这个时候 你就要先想一想 我资料表要怎么合并来去做分析 好 所以现在我要先跟你讲 这一个观念 就是 你一定要先想办法 把这些 这些栏位 这些栏位 第一件事 你要检查 是不是相同 如果相同 我到时候合并 我就可以直接放在相同资料夹下面 那可是你会不会有可能 做到另外一种 是不同的资料 举例来说 你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你的栏位 跟这边的栏位 假设有差别的时候 这边这个栏位 跟这边这个栏位 假设有差别的时候 这个时候 你一定要先做一件 很重要的事 叫资料标准化 这个也是在我论文里面 我才会特别提出来的 因为我的目标是要全世界 你要你要让我去分析 棉民跟黄道轨迹 我都可以分析 他只要做到一件事 资料标准化 所以现在我就要教你 如何做资料标准化 好 那 我现在呢 我要想办法 因为我结合的到时候 不只是身体重 我不仅是要把身高资料 合并体重 我还要合并学生人数 甚至未来你自己回家 才有可能再结合 吸烟比例 再结合 例如说考试成绩 等等 学习成绩 好 那我现在我就要请你先知道 这是我汇入进来的资料 我要每一个汇取得进来的资料 我都要做资料标准化 所以如何做资料标准化 我先把最后的结果 我会变成 栏位只有日期 所有我的资料 我最后的栏位都会统一 变成日期 主标 资料标 以及值 那像在这个地方 像这一列的记录 这一列的记录 我就要把它 因为只有它最后日期 我就要把它变成 还有我日期都是统一 没有民国 全部都改成西元 就一致性的一个设计 所以我要把它改成 2007年的 12月31号 然后次标 次标很单纯就是升高 最好是打平均升高 主标 主标 主标题 主标题 当然就是去放 例如说 这叫六岁 六岁的 例如说可能 因为我到时候 我一定要把它改成男 六岁男的平均升高 光这个资料 我就要把它变成 两列的资料了 所以这个值是117.6 就光这一笔资料 我就要把它改成 2007年12月31 六岁女 然后116.6 对不起 我不是要改这边 116.6 好 这就是资料标准化 我再讲一次 这边其实不好懂 但是每一个档案进来 第一件事情 全部都要改成资料标准化 到时候我在合并资料的时候 就没有问题了 合并 人口数资料也没有问题 合并 吸烟率资料也没有问题 合并 体重资料也不会有问题 所以你只要知道一件事 我取得资料进来之后 我只要做一件事 就是想办法标准化这件事 所以在这个地方 做法真的也不难 但是只要你有资料标准化的概念 这边我想你可能不太理解 为什么我要把这个资料改成这个样子 好 所以首先如何把现在拿到的升高资料 进行资料标准化 点选资料标准化 然后我们现在我希望你们要保留最原始的资料 完全不动它 好 然后才方便我等一下去做比较 比较说 我原本长这个样子 现在我要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我把刚刚取得进来的资料 再制作一份 可以吗 这个叫做重复 其实它就是再做一模一样的一份 但请不要选到复制 滑鼠右键点选重复 好 我就直接用它预设的名字 叫做升高跟升高2 等一下方便我来做比较 我要把升高2改成资料标准化的结果 好 那因为这个过程很复杂 而且现在我们其实已经跳到了资料清理 中文翻译成中文叫资料清理 那在这个地方 它的英文叫Power Query编辑器 可以理解吗 好 反正就是不是在Esser的主程式里面了 有没有跳出来这个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先停留在这里 就请你们动手做 首先 首先 资料 然后查询与连线 它已经开了在这边 然后快速点两下 这一个查询 升高查询 滑鼠右键 重复 产生升高2 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 这两个现在是一模一样 上面那一个呢 是来源的叫原始资料 我一般我都不喜欢动它 好 就是因为这个资料不是我们的 是别人的 我要特别强调讲一下 我要现在做的资料标准化是 相高2 首先 这里面 我只要留 平均身高 身高平均值 其他我都不要 滑鼠右键 这边有一个叫做取代 然后 请把学生拿掉 所以你在这边 你就要输入 学生 然后接下来这里面 什么都没有 确定 我 我 我只要 因为我只为了 我要创造那个次标 然后 再把这个叫做 点 csv 这个 从左刮弧 左刮弧 因为这都是没有意义的 这是 这是我不要的次标 所以 滑鼠右键 取代 输入 左刮弧 6 岁 至15岁 好了 我先 我多教你们几招好了 你先把学生 拿掉 好不好 用的方式 就是什么 取代 取代 然后在寻找地方输入学生 取代 这边 是那个什么都没有 好 请你们先做取代 在这个地方 他也提供了一个滑鼠右键 点选 点选分割资料行 一分隔符号 因为我想把这个左刮弧 右边的所有东西我都拿掉 所以刚才我先把它分割 一分隔符号 请看 他因为我选择的是符号 所以他就去找这里面 第一个出现的符号 而且只要选最左边的分隔符号 就是他了 确定 然后请把它 请把这一整个全部都删掉 这是第二个取代的方式 接下来要麻烦请 针对这个 这个名称 改成 次标 快速点两下 我每次只要切换广播 他这边就会 对 滑鼠右键有一个重新命名 但我很不喜欢都用 你可以快速点两下 就可以直接修改他 这都是以上相同的使用方式 叫次标 请你一定要养成习惯 次标 所以到时候 我们很多类型的资料 我只是把资料的那个叫做 英文翻过来叫明目了 来 先把它改成次标 好 接下来我要 我要做一件事情 我要跟你们讲一下 这是我本来我就知道 其实总计一点意义都没有 没有必要去算这个总计 他这边的总计其实就是把男生加女生除以二 而且我认为这是不公平的身高平均值总计 因为男生人数跟女生人数就是有差别 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这个也都是我以后我那时候 那个就是我不晓得 这个应该是很小的时候就应该懂得到 但是我会认为这在统计上是有意义的 当我不提供男生跟女生的时候 这个总计是有意义的 可是当我提供了男生跟女生 我就不应该提供这个总计 这个是我要特别特别跟你们讲 当我有各线识别的单项资料 我就不应该把它再放一个叫全国资料 全国的尤其还是有平均概念的意义 这是不对的 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但是如果你没有那些单项 你放一根总计 就是全国平均 这我同意 这样理解我的意思吗 好 好了 反正我的总计是要删掉就对了 所以 滑鼠右键点选总计 然后移除 好 滑鼠右键 移除总计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做资料标准化 那接下来 这个 男 女 因为我到时候要 要把 就是 这个我要改成日期 然后这个我要把它改成就是 六 六岁男 对吧 六 男 六 女 这是很重要的类别 也就是资料分类了 好 所以 请把这两栏 选取起来 怎么选呢 就是 首先 我试试看会不会切换到别的 好 六 男 这个男 跟 女 我要去做 转换 底下的取消资料 行数 他其实就真的就把它再分出来了 分成 这个 这个 反正等一下我就要变成把这两男合并叫做六男 六 女 然后这不就是他们的平均身高吗 对不对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做 接下来我是不是要点 我是不是要把这个 呃年龄跟 属性 合并在一起 就构成我的叫做什么 主标了 我不我不晓得各位可不可以理解 因为 因为你以后你拿到各式各样 例如说吸烟率 吸烟率的次标 吸烟率 然后可是你就是会依照一些类别 年龄别 性别 呃 学校别之类的来去做分类 全部都是我的主标 好 所以请把名龄 SHIP键按住点属性滑鼠右键合并资料行 然后请把这个名称我就直接换成叫做什么 主标 可以吗 主标 换成主标之后点选确定 所以我们已经有主标 有次标了 还有值 是不是剩下把它改成时间 因为这个是时间 时间 我们应该都知道96要加1911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新资料夹 自定资料行 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取叫做日期 点到这个地方 请把学年度加 学年度是快速点两下就过去 加多少 1911 确定 那因为 因为 好吧 我还是分两次来去讲好了 确定 接下来呢 我们会希望它是一个标准的日期格式 什么叫标准的日期格式 简单说就是2007斜线12斜线31 它才会真的变成日期 那要做到这件事 我们就用合并的方式来去完成 好 那怎么做 首先我们可以新增资料行 自定资料行 这边这个名称就不重要了 请直接输入 直接输入 两撇 然后斜线12斜线31 确定 接下来就把这两个 这两个资料行 滑鼠右键合并起来 然后 请把名称改成日期 确定 我们接下来 请你一定要特别记住 就是资料类型 因为在这个地方 这个日期 我们不要叫日期 3-2 我们要叫日期 Enter 然后 这个ABC要改成日期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我要的是它的日期类型 而不是文字类型 ABC就是文字 好 所以 接下来我们把顺序调整 第一个是日期 日期完成了 学年度就请删掉了 第二个是主标 第三个次标 第四个就是值 可以吗 这就是我所谈的资料标准化 可以了解吗 好 那 做完这件事情了 就是等一下 你只要把这个日期 然后顺序调整好 然后 就可以点常用底下的 关闭并载入 关闭 关闭谁呢 关闭这个Power Query编辑器 然后 载入到Excel 这关闭 我想稍微让你了解一下 关闭是关闭Power Query编辑器 载入 载入回去Excel 所以你去看 身高本来原始资料长这样子 现在经过资料标准化 长这个样子 对吧 请你一定要记住 这就是很重要 很重要 但是大家都不知道的是 然后最后常用底下的 关闭并载入 所以你这边 你就会去看身高 这是原始资料 我们不要动它 然后 这是我重记 重复 做出一个 但是我已经把资料标准化了 其实刚刚我们做完之后呢 这个 我们是开 刚开始是开一个新的工作表 然后它一定会有这个空白工作表 所以我们直接可以做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把它移除掉 对不对 它是我不需要的资料 因为我未来我要分析的资料呢 我应该都是先取得别人的资料 例如说别人的 例如说教育部提供的 我觉得这应该是 这应该是 各级学校先给教育部 教育部在有一个单位去经过统计 它才能够算出这个全国的值 我觉得大概是这个样子了 好 那接下来我们请你特别注意 我这一个根本就不想留下来 只是为了我上课 让你们了解 就是教育部的原始资料 我没有修改它的权利 然后 我能动的是 经过我资料标准化的资料 听得懂我现在的意思 好 那我接下来呢 我们当然很有可能会去做 很基本的 就是透过它来做资料分析 就是书纽分析 所以我还是要先简单的做 一个书纽分析 好了 那请问一下 因为现在不是用我的电脑 所以我就不太想要秀AI 那个TRAP GPT 它会思考 我很希望教你们 如何训练你自己的TRAP GPT 帮助你去解决事情 因为很多人不太正确的 在使用TRAP GPT 这是我唯一觉得很可惜的 就是好 例如说我要请它翻译 我会怎么做 我要训练它 我不会说我只丢了一段话 我就直接请TRAP GPT 帮我中文翻成英文 一般人是不是就这样用完 就结束了 对不对 那真的是毁灭自己的开始 还有创造错误的开始 听得懂吗 我会这样做 我会说 请你自我评价 刚刚这一段的翻译 还有什么地方可以修改 让它变成更接近 不管你是要做专业的 还是要做写给小朋友看的翻译 听得懂吗 我重点是要他翻译 而且他要经过他自己思考后的翻译 还没结束哦 我还要求我把相同的问题哦 我再丢给世界上又不是只有一个TRAP GPT 我还有Copilot可以用了 我还有Mosai可以用了 我就我不要贪心 我就直接把相同问题 我就直接丢给Copilot 请他帮我翻译 有听到我的意思吗 我有比较 什么叫 什么叫比较 一定要有两个东西 我才能比啊 所以我接下来我就说 我就直接问Copilot GPT 请帮我评分 按照 按照满分 100分帮我评分 我这一段的翻译跟那个另外一段 Copilot的相同的这个翻译哦 只是用不同的工具 请问谁的评分高 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我这样做完 我干脆 我这样做完 我还得到了一个好处 我到底知道了好在哪里 听得懂我在说什么吗 这才是真正使用他来帮我们做事的重点 如果有一个人他用翻译 很快 我翻好了 我告诉你 他根本都不是按照我刚刚做的那种方式来去做 那是最可惜的事情 你不能有了机器人 居然还不会用他 了解我的意思吗 谁最会用 真的只有老师最会用 只有 就是他知道 因为他本身他有很高的专业知识 他才能够很好的评估 到底他翻出来是好还是不好 那我现在像在这个地方 我是不是就可以 请问Copilot GPT 我现在我有那个 每一年 然后6岁到15岁 男生女生的平均身高 那请问一下 我可以做什么大数据分析 对吧 你是不是就可以交给Copilot GPT 你就可以问他 可以了解吗 但是我会希望你要教他思考说 你要站在一个 例如说教育部部长最关心什么事 的一个分析角度 不然你到时候拿到一堆资料 到底你是用什么角度来去要准备看你的资料 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你一定要告诉Copilot GPT这件事 不然他跟你讲 他可以分析10个报表 等于没讲 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 主管到底想要看什么 理解吗 所以你一定要告诉他 好 那接下来我还是要告诉你 因为我们资料表格要变成视觉化 那请问一下 从这个资料表格上面的资料整理 我们确实也可以知道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你有没有发现 这边有六岁男的平均身高 好 那有不同年间 所以我们当然就先来去思考 如何去做出那个六岁 六岁小朋友的平均身高 在各年间 各年间 因为现在是有一个 营养越来越均衡的一个环境 是否让我们的小朋友的平均身高 有逐渐的上升 当然了 这我们就好奇的来去看一看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要做什么资料分析呢 插入属纽分析表 然后接下来请注意 我们以前 以前这个叫资料范围 所以我们都会在讲说什么 A1 A2 A3 可是现在请注意 我们使用的是一个叫做 表格2 身高2 好 你看一下在这个地方 我现在游标落在没有资料的地方 跟落在有资料的地方 有资料的地方 它会自动帮我建立出来的表格 有表格名称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我们现在要分析的是身高2 表格 好 所以插入属纽分析表 所以它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叫做表格 或范围 当然我们选择的就是身高2 确定 好 那各年 各年的一个几岁的身高表现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可以放一个 这个把日期搬到列 接下来呢 我们是不是直放到直 但是你要知道说 我假设在这个地方 我有分6岁 7岁 8岁 又有分男生 女生 可是我这边我没有做出来嘛 对不对 所以我只能把这个叫做主标还是次标 主标搬来筛选这边 然后看你是要看6岁 6岁的女 确定 然后还是看你要看哪一个年龄 例如说7岁的女 确定 然后把它放到什么地方去 把它呈现 一定最后最后要画出来梳柳分析图 然后建议 建议直条图还是折线图 因为一般来说 一般来说最好是做老板最看得懂的图 所以直条图或折线图都是常用的图 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先用直条图来做说明 所以 我们大致上看到的一个表现 等一下我们再来去跟你做分析说明 这个是7岁女生 2007年到2022年间的平均身高表现 接下来 为了我们上课方便 我觉得我们都是视觉化的动物 希望看比较好的一个统计图表呈现方式 所以在这里 针对这一张图 我接下来会全部都用 这一个 就是第二个黑底 这边没有看到黑底吗 这是第一个黑底 这是第二个黑底 我比较喜欢这一种黑底的图 好 首先我们先来观看一下 从这张图上面可以看出 大致上看出的是 这2007年到2022年 我们看到了几件事 女生基本上 基本上她在这个地方 120.8这个地方 有看到这样子上升 然后又下来 然后又上升 下去 对不对 甚至跌落 跌入了更小的一个区域 下降 上升 好 到了2020年 之后又开始超过了120.8 好 那当然啦 其实 其实 因为Exel它是一个很神奇的软体 所以它可以加 直条图都可以加趋势线 这是错误的统计观念 但是Exel居然可以做 那我们就先放上去 趋势线 所以从这条趋势线上面 我们的图意会变成 请问一下 你觉不觉得它在逐年 呈现的一个情形是下降 为什么会逐年有这个下降的表现 尤其在2017年的时候 有没有看到 特别的低 因为你谈到逐年下降嘛 你当然就在讲 最低的是哪一年 那如果是逐年上升 一定在讲什么 最高是哪一年 好 那相对的 请问 如果我们分析的是七岁女 这样子的一个 从资料表变成资料图 然后你去讲说 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应该是呈现震荡 趋势下降 震荡就是说 大概是维持在120.8到121 这0.2公分之间呈现震荡 可是到了2017年 有很大的跌幅 然后造成整个趋势下降 听得懂吗 那请问一下 那我这个时候 我可不可以换成 我不要看七女 我看七男 确定 听得懂我的意思 来请你们 把它做漂亮一点 还有去说明 说明一下这个图 所呈现的意义 这张表格 它有一个就是 我想先把 这一张表格的一个比较 先放在 就是说 同一个视窗上面 的比较法 先教完 我再教你们 通常我们 就算这个资料表格的呈现 的正确方式 因为通常我们会很习惯的 那个连树纽分析表都不是很正确的呈现 那我想先讲完比较 因为这个是 我们不是有这个很多个类别 有七岁女 七岁男 八岁女 八岁男 对不对 有非常多个次类别 可以比较的类别 通常我个人会认为 我个人会认为 女生跟女生比 不能女生跟男生比 以身高为例 这是我个人的想法 好 我希望你们可以理解 就是说 因为在这个地方 男生跟女生的比较 我觉得本来就已经差 有一个本身的差异 所以 例如说 我如果想要比的是 六岁 我想要去看的是 六岁到 十五岁 女生的一个成长趋势变化 这个比是有意义的 例如说 假设我今天我要做到这件事情 我先把 我先把这个叫做单一 就是 这个应该叫做身高 平均身高 身高 这个应该叫做各年身高统计 因为它这里面 你要随便你去看什么 因为我到时候 其实我在教POW BI的时候 我就把这些全部都做成按钮 你高兴你要按哪一个 它图就自动化 听得懂吗 就是 你要了解的是这些的应用 那在这个地方 它要教的是 另外一个概念 它只是要告诉你说 我可以做试算表分析 所以在这个地方 假设你今天你去看7岁 我再看 例如说10岁 10岁的女生 确定 那你有没有发现 6岁小朋友各年的一个表现 平均身高表现 跟10岁女生的平均身高表现 是不一样的嘛 对不对 那通常我们就会做成简报 然后去说明说 这两个的差别 好 然后 我觉得 我觉得我实际做一下给你看 你可能会更加的理解 我现在在说的意思 就是说 例如说6岁女生 确定 然后我们直接去做这张图 然后贴到简报里面 贴上 如果 如果 如果你是我的学生 我真的会这样子来要求你 去做完这些基本的比较 例如说 有6岁嘛 那请问你 假设我再挑一个年龄 就稍微高一点 12岁好了 所以从这个地方 放在一起 是不是就很容易来去做比较 好 我们就可以发现 就是说 6岁的小朋友 当然你这边你要特别注明 这是6岁的小朋友 然后这是12岁的小朋友 在各年间 他其实像这边呈现的是下降 但是12岁在2007年到2002年 他的身高是逐渐在增加 好 那他所代表的意思是什么之类的 好 那我现在要请你们把这张图 要把它改一下 改成什么 我就直接在上面直接画 而不是说我只有一项一项来比 一项一项来比的话 其实这样子会增加很多图 请问我这边我有多少项 应该6岁到15岁 所以20项 20张图 可是如果我今天我拿6岁 7岁 8岁 好 这些图来去做计算 这个时候我必须要把这个主标 搬到蓝这边 然后你你要把这个蓝标签 例如说把它全部 例如说有6岁的女 7岁的女 8岁的女 好 我们现在确定 你有没有发现 这样是不是就变成三个 有6岁的女 7岁的女 8岁的女 对吧 然后这张图 我就会觉得说 这样子的呈现 就不是那么好了 是不是用折线图 就会比较合适 所以这张图 这张图 说设计 我就要把它更换 变更图表类型为 折线图 确定 所以我们大致上可以了解 就是说 6岁跟7岁的比 当然7岁的平均身高 会高于6岁 好 这个意思叫做年纪越大 身高越高 对吧 另外 另外 我还可以知道说 这边 他约呈现的是一个震荡 震荡 就是在各年间 他其实是呈现震荡 这样理解我说的意思吗 好 所以我比较不喜欢单向的这种比 因为这样子的话 我可以直接刚刚讲的6岁到 6岁跟10 对6岁要 然后跟12岁 然后7岁就不要了 8岁就不要 我刚刚这一张图 你这样乍看之下 你会不会觉得他其实好像维持一个震荡 这叫震荡 所以 把它贴到这个地方 好 了解吗 我现在要告诉你说 他有他的好处 但是当你今天要做比较的时候 我建议要改 要改成这种方式 你会不会发现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 其实他这个120跟160 他在分析上面来说 我们都是从0开始来去陈述 这个Y轴的尺规 其实你大概可以缩小这个尺规 然后让这个震荡 虽然感觉好像他是平平的 但是去缩小 但事实上 修改这个标签的方法 你可以快速点两下 在这边有一个最小值 我们就只要呈现 例如说100公分到160公分 所以这边最小值改成100 然后这边改成160 这样子 这样子的话 我们是不是可以比较容易呈现说 他的一个表现 好 所以快速点两下 请把这张图稍微做修改 修改Y轴的最小值跟最大值 我们来去讲这个 当我 当我点到这张图的时候 然后在这个地方 我们还有资料标签 这个好像是一般大家都会去 要求去呈现这个资料标签 然后这个资料标签这边有放置的位置 你可以自己来去做设定 还有趋势线 趋势线因为它一次 它只能加一条 这也是 这也是 就是稍后我也会跟你们讲说 另外一个视觉化工具 它可以两条都呈现 那我们就先显示12岁女生的趋势线 所以你看这个趋势线线 如果你长期来去看的话 它好像大概就呈现是一个平平的一个方式 那我现在 我现在还是要特别请你注意一下 它这个涨跌呢 如果我们都是使用这种 就是说像6岁跟12岁的平均身高 来去做比较的时候 它有至少有差不多 有超过30的一个差距 那如果我们今天换一个方式 是用那个跟前期的一个比较 改成比例的比较 这样子的话 可能我觉得存在的意义更好 所以我只是要告诉各位 为什么刚刚我们去看那个单一个年龄的时候 举例来说 我们现在看12岁 然后只要把这个坐标改小一点 像例如说这个我们做150岁到160岁 你有没有发现 我们平常会希望做的一个比较图 是希望呈现这样子的一个呈现方式 这样子更加能够去说明 说这个12岁女生 她的一个在逐年间的变化 那请问你 她在逐年间的变化情形是什么 好趋势线 所以她是逐年上升 对不对 还有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你有没有发现 你有没有发现 就是2007年到2016年 这几年间 她所存在的这个是震荡 震荡 所谓震荡 就是她变化很小 上下的震荡是很小的 那最明显的起伏 最明显的升高成长 是在2016年开始到2022年 有看到吗 这样子的邪率是不是更高 所以我会希望说你在报告的时候 你应该要报告这件事 因为好不容易我们拿到长期资料 长期资料你就不能只报一个趋势线 而应该要报 例如说她在这一个 就是可能是光辉的前十年 在接下来是起飞的后十年 她表现的趋势是不一样 我希望你报告这件事 这样理解吗 这才是我们在长期趋势需要去了解的事情 请你们动手来去做 变成还是恢复成12女 当我们今天看到12岁女 我们都会在12岁男生跟12岁女生 这边表现是怎么样的 事实上她是可以比 但是她所呈现出来她的意义 我也给各位观看一下 好 这个15岁是可以比 15岁可以比的原因是因为说 他们的年龄 他们的身高是接近的 151公分到152.5公分之间的一个变化 好 那所以在这个地方 她呈现出来就是说 那个 男生是相对比较矮的 对不对 可是到了2021年开始翻盘 可以了解吗 这一个 我不晓得你觉得有没有很有趣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从长期趋势来去看 在这个地方跟这个地方 他们的一个身高高低 就是上升下降的震荡 好像是蛮一致的 这也说明了我们资料 还蛮干净的 因为你要知道 不管怎么样 他都是抽 经过统计后的数值 得到一个平均值 他就一定会存在那种抽样的误差 可以了解吗 但是他在这样子一个误差 其实在我觉得还是很小的情况之下 所告诉反映出来的一个现象 那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男 12岁男生跟女生就已经有一个差异了 本来都是男矮于女 男童矮于女童 那所以我也希望说 你们有了这样子一张图之后 如果将来你们拿到的是各县市 是不是也可以拿这样子来去玩 那我要更加的跟你分享一件事 当男生 13岁男生在这里 高于13岁女生 对不对 我刚刚说那个分界 这个时候又受到了这个Y轴 Y轴的一个 就是像例如说 这边已经156到160公分 有4公分的一个差距 所以你会慢慢的 因为Y轴的差距而稀释掉 而稀释掉这个平滑 这个震荡性了 加上震荡性本来就比较小 例如说我再给你们看 这边13 14 我们再看大一点好了 好 14 你有没有发现越来越大到15 因为我最后我也只能看到15 15岁女 15岁男 它的差距当越来越大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 它所呈现出来的一个表现 它就会变成越来越像 两条平行线 例如说我现在给你们看 从10岁女生 11岁女生 12岁女生 13岁女生 14岁女生 好 从10岁到15岁 你有没有发现 这样子的一个比较 它就可能会变成 对不起 这个 这个 这个只要调整 不然 这个10岁女生 不会呈现 我点不出来 你就先不要看10岁女生好了 就在这边是 1112 11岁也没有 这个呈现 也没有呈现 它最早呈现的是12岁 12岁 超过150以上的 12岁 13岁 14岁 15岁 然后另外 另外一件事情 女生 女生 我其实我要一直强调讲一件事 那个比例的重要性 女生 从例如说12岁 变到13岁的时候 他可能成长的是4公分 然后接下来13岁到14岁 他可能剩下3公分 2公分 然后这边可能只剩下一公分 听得通我意思吗 好 那当然到了某一个年龄之后 他可能就不长了 这是我要告诉你 那个比例 在这个地方 才是我们要比较的一个重点 那 接下来呢 我先暂时要在这边停一下 我要直接 花一点点时间 带你们去做品重 因为你不可能只停了 因为身高就分析完毕了嘛 那接下来是不是还有体重 对不对 那所以我们当然就会很想知道 那体重又是怎么样 可以了解吗 所以 体重资料如何合并进来 对了我们好像今天是50分吃饭 好 那 那 我可能在这个地方下午我就直接告诉你 我要告诉你的观念是 你早上你是不是做了身高 做完这个身高 你会发现同样来自教育部的其他资料 那个标题都一样 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很快速 我就只要直接放在某一个资料夹下面 资料就全部带进去了 然后图 我只要设 我要看的是什么类别标签 就好了 这下午之后我再带你们去做一下 就是身高分析好之后体重很快就可以完成 那上午我们的一个重点是在于说 我要告诉各位 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资料视觉化 从开放资料取得之后 资料标准化 标准化的过程非常非常的复杂 好 所以我还会在后面课程再带你们做一次 再来 就是我要如何视觉化 那视觉化的时候怎么画这张图 然后以及做图意 大概上午我跟你们讲的